在2022年3月的这一篇报道 同样也是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的报道 那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说民进党团的26位的议员 为了要响应援助乌克兰 捐出市议员的一日所得3924块 总计是102024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过去新北议会党团 为了要挺乌克兰 他们捐了10万块 然后今天为了要挺花莲 他们捐了5.6万块 你捐给乌克兰 你就可以捐出一日所得 然后你捐给花莲人 是捐出半日所得 请问一下 花莲人不如乌克兰人吗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还是说民进党团 在进行相关的这种 善心捐款的时候 也得要看颜色 因为整个蔡政府 都是力挺乌克兰的 所以蔡政府挺乌克兰 那他那好 我给这乌克兰 我就捐出我一日所得 但是花莲因为现在是 蓝宁执政县市 所以我就给花莲 捐出我的半日所得就好了 在这一次整个地震发生之后 不少政治人物也开始展现了善心 来进行捐款 比方说韩国瑜立法院长 韩国瑜他一次就捐了 他从当立法院院长 至今的所有的薪资所得 算下来应该是两个多月的薪资所得 那如果以现在立法院长的薪水月薪是 36万来算的话 两个多月就是超过了70万 所以韩国瑜是直接捐了超过70万来进行赈灾 同时呢我们来看到台式新闻 有稍微帮大家整理一下 蓝绿的政治人物也都有来进行这个捐款 绿营包含了政府总统蔡英文 赖清德 陈建仁 萧美琴 郑文灿 陈菊 陈奇迈 那么他们都有来进行捐款 朱立伦也是以公民党的名义捐了100万 还有蒋外埃埃 侯友宜 卢秀燕 他们也都捐出了一个月的所得 然后另一方面呢 罗志强 立委罗志强 他说他是花莲人 他也捐出了 他当立委一个月的所得 捐出了20万 希望花莲能够加油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整个地震发生之后 很多政治人物都展现爱心 那当然就是希望呢 能够帮忙着 这一些受灾的民众 能够赶快地走出难关 那当然韩国瑜从这一次 捐了超过70万 其实一直都在例行着 韩国瑜一句经典的名言 叫做莫忘世上苦人多 这一句话 大家一定从韩国瑜的口中 听到很多很多次 所以过去韩国瑜被罢免掉 然后陈浅的这段时间 他就是努力的做公益 然后之后选上了立法院长 那一直到现在 花莲人有难之后呢 韩国瑜他对于震灾 依旧是不遗余力 所以我相信 这也是对韩国瑜 他在整个当院长的生涯 甚至他的政治生涯上面 继续的再把他加分下去了 好 我们看完了 韩国瑜之后呢 我要给大家看这几天 大家一定都有看到这个新闻 可是可能还没有细细的来讨论 到底是什么事情 来 这个新闻稿 现在就是马德要来跟大家提的 这个是新北市民进党议会党团的新闻稿 好 我们来看 他说他们党团总招张维倩等等的 28位的议员 对于这次花莲的大地震 每一个人捐出薪资2000块 希望能够集结众人的力量 帮助花莲乡亲早日度过难关 重建家园 重拾生活的希望 28位议员 每一个人捐出2000块 所以呢 层起来 他们要捐56000块 给花莲来进行赈灾 好 结果呢 民进党团说要捐56000 这个网路上面是直接直接的炸锅了 而且他们发布的这个新闻稿 就是很明显的 要给媒体来发 要让外界看到这些民进党团 这些绿营的艺人们 他们多有爱心 但是马德要先跟大家说 有捐钱 有捐钱这件事情 他大家当然就一定感谢 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 大家绝对都感谢 因为你也是尽自己的一份心意 可是我觉得从民进党这件事情 我想要提到的是 没有比较 真的没有伤害 马德所谓的比较 并不是要把民进党团 拿来跟韩国瑜来进行比较 马德今天的比较 是要民进党团 跟民进党团 自己来做比较 然后呢 比较完之后 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结论 为什么这个结论很有趣呢 我们要给大家看到的是 在2022年3月的这一篇报道 2022年哦 两年前的3月这一篇报道 同样也是新北市议会 民进党团的报道 那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说呢 民进党团的26位的议员 为了要响应援助乌克兰 捐出市议员的一日所得3924块 总计是102024元 传达他们对乌克兰人民 挺身奋战 捍卫自己家园的支持 好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哦 过去新北议会党团 为了要挺乌克兰 他们捐了10万块 然后今天 为了要挺花莲 他们捐了5.6万块 请问一下 花莲人不如乌克兰人吗 为什么这数字之间会差这么大呢 今天你自己国人同胞遇难 然后你捐给乌克兰的 比捐给花莲人的还要多 你要这些受灾户 情何以堪呢 你捐给乌克兰 你就可以捐出一日所得 然后你捐给花莲人 是捐出半日所得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还是说民进党团在进行相关的这种 善心捐款的时候 也得要看颜色 因为呢 整个蔡政府都是力挺乌克兰的 所以呢 蔡政府挺乌克兰 那好 我给这乌克兰 我就捐出我一日所得 但是呢 花莲因为现在是蓝营执政县市 所以呢 我就给花莲捐出我的半日所得就好了 这个区别 是可以这样子做出来的吗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些绿营测译说 不要捐钱给花莲宪府 那好 不要捐给花莲宪府 那你们卫福部自己 不是也都有这个相关的专户吗 来进行捐款吗 那你们可以捐给卫福部的专户啊 结果你们今天捐给花莲的还不如乌克兰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啦 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应该这么说好了 这些民进党的议员们一定有听过一句话 为善不遇人知 如果你都知道你捐给乌克兰的 然后捐给花莲的可能会被拿出来比较的话 那你们就为善不遇人知嘛 你们就默默的把这份爱心释放出去 不用特别拿出来来进行大内宣 所以很多人都算说5.6万来买一条新闻 结果买这个新闻 也不是说夺正面的一条新闻啊 那你们私下提供爱心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另外呢 再给出这样的一个新闻稿 告诉大家 哎呀我们民进党议员有捐钱 我们民进党议员很慷慨 好棒棒呢 所以PTT的网友也完全炸锅了啊 我们来看到 有人就说呢 这些绿脑整天在吹捧股市2万点 只有只有只捐这么一点吗 点进来还以为单位是百万起跳 结果是一人2千 股票2万点 这样子有得拍看 有人说呢不要闹了 到底是在羞辱谁呢 谢谢党的新美市一人捐2千块 有捐有推 有人说真的笑死废道不行 我看到包括频道的好朋友们 也是很多人在回笑死 因为这里是很多人都在说 中天电视有人说笑死人了 对啊这是什么意思 好这个 这讨论度太高了 继续给大家看 捐钱是好事 但是报道就免了 这就是所谓的为善不遇人之嘛 很多人都说快要笑死了 而且一人的日薪超过两千吧 好在过去他们要捐给乌克兰 一人的日薪3924 所以两千块大概是半日所得 然后有人说呢 想抢新闻版面怕被酸 不会捐多一点点吗 所以我看 我讲的可能还不是很酸 网友们还有你们这些收看 节目的网友们 你们讲的更酸 来看到金讲花说什么 捐两千元真是大方 好棒棒啊 Stella说脑袋不好 心不好 数学也不好 然后有人说这个 另说这个是好爱台湾的钱 这是绿色 你看绿电都能够发大财 绿电都发大财 云豹赚保保 结果呢现在都是两千块 一个人捐两千块 我相信这个议题 应该是还会来继续发酵下去的 当然其实我们提到 震灾这件事情 这以前大家也很关注一个人 好这个是民进党的一位插画家 好马德先喝个水 我觉得从这一连串 真的是能够看到民进党的这些测意要夺冷血 要怎么样把他们的心 把他们的测影之心都拿去丢在垃圾桶了吗 来看到这个是绿电的测意 说插画家谢力胜PO了一篇文 说捐款给花莲县府请三思 结果呢这篇文发出来之后 现在整个花莲县府他们的专户只收到2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善款 他发了什么文 我觉得越念 大家可能是越看越傻眼 越看越生气 他说呢回顾2018年的花莲大地震 当时民众捐了 善款来救助花莲居民 但是傅昆奇却拿了8亿的善款 去补助他的庄角 让当时捐款百万的486和馆长得知善款都进到特定装脚口袋的时候 气得要求要退回捐款 那么现在呢 这个县长就是傅昆奇的老婆 大家捐款给花莲县府的时候 请三思 以免善款又进了特定装脚业者的口袋之中 就是因为这些绿营测意发文之后呢 那现在县府的专户只有收到200多万的一个现金善款流入 本来可能有上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善款 结果县府专户现在只收到200多万 好 那我要来给大家 我们来回顾一下 他们在乎的2018年0206的花莲大地震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把过去的新闻翻出来 当时是傅昆奇在当花莲县长的时候 就说呢 这么多的善款里面有8亿拿来帮忙纾困 然后就质疑这个傅昆奇这里头的善款 有4成是来自于食材业 因此呢 他们就说这一次是不是把这个善款 也都拿去来补助食材业者呢 也因此这些绿营测意口中的装脚 就是食材业者 食材业者是石头的食材料的财 不是那个做那个食材的 做那个负的那个食材 不是哦 是食物的石 不是啦 是石头的食材料的财 那他们口中的装脚就是食材业者 另外呢还有观光业者 那你说观光业在花莲0206大地震之后 有些饭店都倒了甚至交通中断 那自然呢会有一些观光上面的损失 那就用这些善款来进行补助 这部分哪边错了吗 好然后呢他们还说 傅昆奇在照顾特定人 就是照顾食材业者 好那照顾食材业者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当时的食材业者怎么说 这是三立自己的报道哦 这个三立的报道里头呢 食材业者就说 因为食材业大多都是中小企业 并不是大财团 而且呢这些食材 如果在地震之后 倒塌之后 看起来虽然是完整的 但实际上它已经四分五裂 然后你这些碎食呢 也没有办法再卖 最后都只能够把它轻运给丢弃掉 所以呢食材业者喊话 请大家不要污名化他们 因为他们也是受灾户 他们也需要被这个善款 来进行相关的这个补助 让他们度过难关 因为碎食就不能够再卖了嘛 然后呢当时傅昆奇 面对了这个争议之后呢 他也有特别跳出来说 好那没有关系 既然如果呢有这些争议的话 那你们就可以退款 这些善心人士可以退款 是没有关系的 同时傅昆奇也解释说 这个善款的风暴呢 外界误以为善款是直接补贴业者 但事实上 这些的善款的补贴是 贷款利息的1% 是补贴贷款利息的1% 而且是最高20万 并不是要白白送钱 来给这些业者 所以因为这些业者可能有周转上面 可能损失的财务量过大 必须要贷款 那么贷款利息如果太高的话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承受 因此呢 他们善款补贴 是补贴在贷款利息上 结果补贴贷款利息 变成绿营测译口中的 这个叫做补贴 傅昆奇的庄角 好那没有关系 你们要这样质疑 傅昆奇可以 这一次0403花莲发生大地震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王美花干了什么事情 民事的报道 花莲食材业灾损上看10亿元 王美花说 花冬基金提拨20亿 提供业者贷款补贴 王美花说这些花冬基金要提拨 20亿提供业者贷款补贴 然后20亿的10倍能够贷款到200亿 银行的利率最高是2.75% 所以呢政府补贴1.75% 最后补贴完业者只需要负担1% 所以王美花把这个花冬的基金 拿来补贴的是业者的贷款利息补贴 对不对 大家看清楚是业者贷款利息补贴 那请问一下 傅昆琪2018年的善款 他也说是针对补助受灾业者的 贷款利息补贴 王美花补贴了业者的贷款利息 傅昆琪也补贴了业者的贷款利息 两个人都补贴业者的贷款利息 偏偏傅昆琪补贴贷款利息 叫做来雇装缴 那请问一下 王美花对于这些实财业者贷款利息补贴 实财业者也是王美花的装缴吗 按照你这些日盈测意的标准嘛 那是不是只要对于这些业者来进行相关的贷款利息补贴 那这样的话 他们都是某某人的装缴 那我就想问 为什么现在这个测意不跳出来 问一下王美花你为什么要补助你的装缴呢 为什么现在点击击 为什么